你喝茶吧? 好… 梓妮,你剛才吃了三碗飯 還吃得下嗎? 吃得不好浪費 看這個樣子好像還沒吃 下午現在就補充了 媽,你給我吧,我只是沒吃下午茶 你帶飯嗎? 是,我明天帶飯 你平時一向都不帶飯嗎? 吃家裡飯比較健康 外面有很多美精 到時候看看有沒有人逼我的鍊子 上個月明明說放在網上沒浪費時間 不是坐在那裡的錢就會自動掉下來 當然要付出 我先回房間看這盤生意 我替你放進雪櫃 好,謝謝媽媽 月餅還能吃的 你能吃我就吃,過客人送她 謝謝叔叔 先拿一個明天早餐 不是,再拿一個做下午茶 回房間 吃的東西比較好 都說不配你了 你這麼乖,子妮有點不妥 你女兒出了大胃 不是這樣,拉姑 她突然又帶飯又放在網上 我懷疑她等錢花 她的份量應該夠花 我想應該跟這封打單信有關 信用卡月結單,欠一萬元卡數 我把衣服進去房間看見 我也嚇一跳 怎麼會賺這麼多錢? 你不是學我有購物狂嗎? 慢著 如果只來購物狂的話 為什麼有二千多元是買藍莊的? 我想我知道為什麼 就要這個,謝謝 讓我簽吧 又想購物卡儲婚嗎? 不是,我現在有能力了 以前你又經常知道我這麼多 現在賠儡一點給你也很應該 讓我來吧 二大利是真皮 臭妹妹,真是一鋪都還給我 那這兩千多元的保健肉品呢? 那就關你的事了 真是挺舒服的 就要這個,麻煩你 謝謝你 不用,我付吧 我付吧 你付? 我付的話就是等於你們給我一個機會 我孝頌爺爺,讓我來吧 這幾千元化妝品我也有份的 這個精華素挺滋潤的 不過很貴 欣賞就行了 請,要兩支吧 兩支這麼多? 以前我的面膜都是拉姑娘的贊助 是時候讓我為你的美麥做點事了 謝謝,慢著你來 不用,等我來吧 我想是那個傻女為你表示對我們好 不覺得不覺得就把這麼多卡數拿出來 很明顯就是她的數字很差 令收入與支出不相稱 花自己的錢和花家人的錢 的確是兩種不同的學問 還加上她之前買了幾千元上班衣服 當然要省錢,帶飯盒吧 省過一點飯錢 最多夠給一個最低的還款額 不如這樣吧 我們夾錢,把零用錢還給她吧 那倒不太好 她第一次自食其力 我們這樣做就是間接否定她的能力 如果她有問題,自然會開聲 那倒是 如果你說現在硬撒錢給她 只會打擊她的自尊心 其實我不介意你用這種方法 打擊我的自尊心 也好 好,你今晚來我的房間問我拿零用錢 夠膽就… 搞定了,就在這裡嗎? 這裡平時很多人擺檔,那就算少了 但是這裡擺檔會不會被捕? 會不會那麼多人擺 你沒聽過有些地方 是政府默許給小販擺檔的嗎? 是真的嗎? 你又說今個月等錢才有卡數 你的鏈子放上去賣一段時間也賣不完 這裡人流這麼多 就算十個人過來看 也只有一個買你也賣一段時間 怎麼收檔? 走開了,我不會乖 有沒有買? 沒時間跟我們回去 小姐,麻煩你帶我們回去 你們怎麼每個人都給我錢? 非法擺檔是不用罰那麼多錢的 這些不是替你付罰款的 而是你上次替我買一支按摩棒的錢 還有你替我賣的行李箱 給我回來 你替我買那兩支精華素,差不多了 什麼我替你們買? 我說了送給你們的 誰買也好,總之就代回他 以後別再辛苦擺地攤了 我知道你們對我好 不過我真的不用你們幫我 其實我又不至於窮得沒辦法 我這次擺地攤也是一時貪玩 知道不活,下次就不敢做 我們只是將應該給你那份 沒其他事情想的 是,我這次是失了少許預算 不過我真的不用你們幫 那…這些錢就不要計算了 這二千元是你出糧的時候給我的 那我拜託你替你代替他 不行,媽媽,這是家用嘛 那你沒錢摺袋怎麼上班呢? 其實我還有二千多元剩的 我不亂買東西很容易捱到出糧 還有我現在也有鍊放上網賣 賣得出又有錢收 那好,就當我幫你買一條鍊吧 媽媽,我都說了不要了 那好吧,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話 記住跟我們說吧 其實我忘了跟你們說 我以前是學生會的財務委員 怎會不會計算 你有聽過我們德國 A&B時裝公司的客人嗎? 這個客人不是希活摺的嗎? 希活手上太多案件了 反圍手頭上最少案件的那個是你 你應該知道什麼事的 陳太太要轉去另一間律師樓 真的不關我工作態度的事 無論如何,別說我不提醒你 這個時候 請你打聲十二分精神 做A&B案件 兩天時下,星期六下午 給我一份簡報 案件很趕緊 想找不說的案件嗎? 我們這間公司就沒有了 要不要去試過另一間? 好,我知道怎麼做了 來吧 律師,Cherry說你找我 Tracy,你知不知道影響律師樓聲譽 是一個嚴重過失嗎? 我做錯了什麼事? 你自己看看 我猜現場有很多人都看到 也很可能是我的同行或是我們客人 被人認得到你 身為法律界從業員,知法犯法 你覺得有問題嗎? 對不起 小朋友都會貪玩一點 非法擺賣都是罰款了事 問題不大 你很等錢花嗎? 我打算找一些外法幫忙一下 不過放心吧,不會再有下一次了 不要再令我失望了 知道 Terry,下班了 Tracy,你還沒走? 是呀,我打算報告就走了 好,那我們先走了 好,再見 是不是倫敦站? 我想問問一下今年六月LB新款袋 你們收多少錢? 三千元? 我六千元買回來用得幾次 還很新正的 最多三千五? 那我再考慮一下吧 謝謝,再見 用得兩、三次 Terry,我捨不得賣了你 怎麼又會跌跌跌得這麼快? Terry?你幹什麼? 你信不信天意? 怎麼無緣無故這樣問? 我懷疑那天 早就安排了要孤獨中路 你不是受了什麼刺激嗎? 問世間,情為何 行了… 其實你有什麼不如直接說吧 看著你心情的樣子有點無管凍 我就是喜歡你夠爽快 我最近認識了一個女孩子 還跟她出過幾次街 她簡直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那倒好,你這些字不用到處亂疼 可以集中火力追求你的女神 原本我也是這麼想 接下來這個星期六 還是我跟她相識第一次過的生日 你約不到她嗎? 不是,她還答應跟我進長州玩 那就好,生日都留給你 機會很大 可惜,可能我去不了 為什麼?這麼好機會 當然有什麼推掉她才算 不可以的 你猜我剛剛才叫我接手案件 一個週末而已,沒人幫到你嗎? 這麼短時間 我怎麼會找一個懂得翻譯 德文法律條文的翻譯 德文我認識 好,等等,你好像跟我諾答 職業病而已 不過我約了女神千真萬確 來吧,一場同事幫幫忙 我只是一個普通民怨 我怎麼能幫到你這位大律師 你副手得吻的嘛 稍後我把A&B的資料電郵給你 然後你替我譯成英文就行了 其他的東西我會跟隨你 這樣嗎? 來吧,我是忠心福全靠你了 盡量吧 果然是義氣仔女 剛才我聽到你說要放個LB袋子 放給二手店虧很多 不如我替你五千元要了它吧 五千元那麼益我? 義氣仔女嘛,就這樣說吧 好 你們在搞什麼? 你嫂子 怎麼了? 芷妮呢? 在房間裡,你去找她嗎? 我把我們倆的自助餐一位捐給她 那好 我先拿給她 Terry,我想想這樣做好像有點問題 我又不是律師 我哪有資格幫你寫 別人公司的合作法律條文 你只是幫我把他們的德文 做一個初步的翻譯而已 A&B和香港代理的合作條文 我會跟隨的 那我幫你這樣做 要不需要跟Nicol說一聲嗎? 不讓她知道的 要瞞著Nicol還要瞞著客戶 好像萬規矩 如果他們不是趕著星期一要開會 我都不用你幫忙了 你當幫師兄忙吧 我…盡量吧,再見 大長,快要中秋節了 送些月餅給你們吃吧 謝謝,再見 好 好,根據可靠消息,Terry正在來 待會見Terry,一定要跟他說清楚 不要連累了子尼,知道嗎? 其實他現在只不過是幫人翻譯 文件,有什麼大不了呢? 普通文件就無所謂 有些文件要專業律師才可以做 客人就給律師的價錢 子尼幫他做很大件事 子尼真的很少這麼沒分寸 其實我們現在只不過是猜猜一下 說不定事實不是這樣 是光明正大,就不用瞞著上司來做 妹妹會不會是等錢花 所以找外快來還卡數了? 她真的傻,沒錢可以開口 如果子尼真的幫她做事 讓人知道她會怎麼樣? 不能在這項蠟燭 Terry,為什麼我們現在過不去? 慢著…先看好一點 來,安裝吧 看得笑什麼? 為什麼叫我早十分鐘下來? 上姑問你不方便 我給你那幾個檔案翻譯成怎樣? 我都翻譯得七七八八 我想做完今晚應該搞定 真是麻煩你,只會煩我 不過… 不過了,昨天拿了你的一籠品袋 還沒付錢給你,數一數 糟了,Perry真的給你錢 我賣個袋給你和幫你做翻譯 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 行了,反正我也沒時間買禮物 你拿去放也不會這麼高價 互利互惠而已 不可以讓她坐下去 快點,出來 子尼的上司來了 就是讓你們知道 子尼的工作涼了水 今天溫娟你說的蝉豬排不錯 適合你吃 Tracy,有沒有回鄉卡在身上? 有,幹什麼事? 我剛剛收到廣州客戶的電話 想我今晚跟她開會 Tracy,你跟我一起上去 現在就上去? 我聽Tracy說,她手上還有工作 我也給了文件去明天幫我打 不要緊,只是一晚而已 今天下午上去,明天就回來了 不急的事,遲些再做 那你有沒有問題? 如果明天可以回來的話 應該沒問題的 沒問題就這樣決定 請你吃 整件事不可以被KC和Nicole賤 只好讓子尼今晚回家 我們好好跟她聊 Nicole突然叫子尼上廣州幫忙工作 會不會已經知道子尼靜悄悄幫Terry? 我打聽過了 子林料理那些女人什麼都不知道 事情還沒穿 誰不得她和瑞絲同房 子尼不可以在電話裡說這件事 你們別這麼緊張 也約了子尼來吃早餐 不就一會問清楚她 一定要在這件事被人結穿之前 勸子尼夾早收手 子尼… 你們個個都在這裡 我還以為只有爸爸和我吃早餐 是呀, 因為我們個個都很擔心你 我只不過沒有回來睡一晚而已 而且我們Nicole和我一起 不用這麼擔心 我們怕你走錯路 我想處理一下公事, 等等 Terry 回來了? 是呀 過去坐 我想得很清楚了 我不應該幫你回去睡檢步 你現在才來反口? 我下午就要交給你屬體了 身為律師樓的合約員工 我們不應該瞞著上司 去做一些違反守則的事 那是怎樣?你沒有替我翻譯嗎? 那倒不是 我幫你翻譯的那份簡報 是不涉及律師的專業 至於其他要律師才能做的文件 我想我沒有資格替你做 所以沒有替你翻譯 你現在才來反口? 放心吧, 我幫你找了一些相關資料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一個眼就應該能做得好 現在你先說, 拿來給我上去做 那我還沒得住, 我有一個要求 你又想怎樣? 在份簡報上加上我的名字 我就可以你直氣狀幫你忙 那做你公司就知道了你幫忙 那這一層就要你想辦法跟他解釋了 你是不是嫌我付五千元 你買個袋子不夠多? 你想要多少?你開口吧 根本就不關錢的事 我不是早就跟你說了 我買個袋子給你 和幫你做翻譯是兩回事嗎? 但是既然你有這種想法 我想我不應該買個袋子給你 我一會兒還付錢給你 你是不是這樣對師兄? 翻譯好東西簡報就是在這個手指上 不過就加了密碼 所以你就要想想怎樣做 你說怎樣就怎樣 那我一會兒發個密碼給你 你現在快點上去做吧 快點做完可以和你女神慶祝生日 我把公司搞定了 看見你平安回來 我們全部都安心了 爸爸, 你剛才說什麼走錯路? 沒有, 我說你要上廣州 上面的路就很複雜, 很容易走錯路 別說那麼多了, 叫早餐吃吧 我想吃兩個A餐 兩個那麼多? 不知道為什麼呢? 突然覺得很餓, 很想吃東西 但是搞定了公事 心情突然之間輕鬆了吧? 都是拉姑娘最明白我的 小雲, 我要兩個A餐 好 這份簡報也不錯 但是為什麼這份簡報 加了Tracy的名字? 我看Tracy算是話頭聰明 不一定我叫她幫忙 我這份人是最公道的 無論出了多少力也好 只要有份做, 我應該也出名 不錯, 適當的時候應該要帶點新人 你真是很快手, 連德文也難不了你 顧客至上, 我應該做到最好的 好, 以你足道 下個星期一要你亦起這份合約 應該沒問題 這麼急?我可以說不行了 你剛才說顧客至上 你不是只剩下口是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就行了 約了你去看吃午餐, 還沒空 好, 譯好之後放個桌子上 星期一我回來看, 就這樣 糟了, 我真的約了你朋友做生意 Tracy,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對不起, 這份始終是合約 只有你才有資格可以做到 不過如果師兄肯給我機會 我又不介意留在這裡開OT 替你查指典做單字翻譯 我猜兩人一起做 七點多八點應該做得好 不過就要你的女神等一會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人搞定她 我真的要趕時間 你也是女生 如果你生日被人甩你底 你還會給她機會 對不起, 我幫不了你 梓梨 回來了 梓梨, 風光嚴重 還這麼晚, 累不累? 不累, 我先回房間 袋子這麼長, 又買了東西嗎? 不是, 文件明明 還有 這些文件費, 認識你嗎? 穿了鍋, 自首吧, 梓梨 你有沒有搞錯? 這個LB最辛苦六千多塊錢 你捨得買? 我打算出了糧, 就自己送一份禮物給自己 梓梨 你又要給家用, 又要坐車又要吃飯 哪有這麼多錢要花錢? 一張信用卡就可以了 什麼? 你那張月結單沒有這條數字 媽媽, 你看過我那張月結單? 你不要拆開話題 我現在問你, 為什麼會有這個袋子? 我可疑不只有一張信用卡 你真狡猾 我們不想你先花未來錢 不覺不覺花大了 其實不會的, 我真的很懂得計算 只要記住每張卡的折數日期 等到日期過了之後再按卡 這筆數就可以再等一個月了 我就可以多了很多錢 卡數始終都要, 你別自欺欺人 小姐妹 是的, 我有名是卡專家 也不懂這條數字 我讓我慢慢解釋給你聽 就以我這個袋子為例 我就是剛折數日期之後才買 就是說我這個月是不用交卡數 可以再退一個月才還 而我這個袋子用了六十天後才還錢 我這個袋子是限量版的 你也知道現在名牌保值能力高 如果是這個時候好, 買出去 分分鐘還有錢賺 當然了 怎樣?我的理財方法是不是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我們要坐出行動 我去廚房拿剪刀 我去拿剪刀 我拿走她的袋子 坐下… 好 芷妮, 我們是為你好 所以要執行一個剪刀大行動 開始 好, 好… 不要… 有第二張 再來 我來… 好… 好 希望將來 寒或暖 有笑容可一可在 遙遠 赤身參與 漫長競賽 回家這路線 快樂到境 四邊覆蓋 越行越遠 困倦了總有家中 這道門為我開 世間不聲不語 有一種